异常的口干是咋回事 口干啊 谁起来喝水 能干得醒 这次学了怪了 白天也觉得乏 太困 但也不那么渴 王老师 异常口干的人多吗 在临床当中确实不少 比如说在临床当中呢 有的患者呢 出现口干 尤其是在后半夜干 干的时候呢 干醒了 用他自己的描述呢 就是这个舌头啊 就像沾到刹牙糖一样 特别的干 同时呢 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有的时候这个有咳嗦啊 黄痰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呢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直播间有不少的朋友 感同身受 你看这位叫做三颗星的朋友就说了 他白天吧 跟没事人一样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就觉得口渴 而且呢 他睡不着 他越口渴吧 他就要起来喝水 越喝 还觉得越干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呢 那咱们得先知道知道 你为什么会口渴呢 没错 为什么水会烧干呢 这事我老在行呢 我以前物理学的老好了 我老师应该不能看到这段吧 就是这叫蒸发 对不对 我直呼一个好家伙 你一点都不发自内心的表扬我 厉害呀 太厉害了 连蒸发你都知道 你想啊 这个无非两种 一种呢就是火特别旺 烧得就快 对吧 迅速地蒸发了 还有一种就是啥 水太少了 所以就迅速蒸发了 对不对 没错 引起口干的原因呢 第一个呢就是火旺 那么中医讲火热之邪呀 最基本的致病特点呢 就是热胜伤筋 烧水 是吧 火太剩了 那么把水烧干了 干了那他就 那他就这个口干 是吧 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筋液不足 那么筋液不足 倒不一定是由于火引起的 那你摄入不足啊 损失太过呀 那么都可能造成 因不足 那就会出现这个口干 节目开始的时候 那个异常口干 有自己的特点啊 那晚上口干 白天没事 因也不足 因虚呗 那没错 但是也有朋友的口干 可能不太一样 太阳一落伞 一睡觉就开始口干了 腰腿熊感觉 衰眼无力 我也口干 我白的口干 晚上没事 五个肝咳 还小肠 大家会说一说的 就跟这俩人咋回事 是不是吃咸了呀 那晚上口干 白天没事吧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那晚饭吃咸了 然后晚上就口干了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可能有一些人吃咸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吃咸呢 他这样口干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来分一些原因 其实呢 白天没事 到了晚上就口干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患者 还有什么表现呢 那么呢 腰细酸软 终于讲呢 腰为肾之腹 所以腰细酸软 又半有口干 这种呢 往往就是由肾阴虚 所造成的 第二个朋友呢 他是白天口干 晚上没什么事 但是他伴随着症状呢 看一看 他是肝咳少痰 是吧 那么肝咳少痰呢 一咳嗽 他的病面部位呢 主要是在肺 所以说呢 这个患者 显然是一个肺阴虚为主 您看啊 您这么一解释 大概也分了两个类 但是大家伙就可能有疑问 为什么肾阴虚 有火的这样的朋友 他在晚上发病严重 然后肺阴虚这种的朋友 他在白天严重 这个呢 实际呢 他就临床表现不一样了 是吧 像有的患者呢 肺阴虚可能偏重在这个白天 其实有的时候 他晚上也干 肺阴虚呢 他是晚上重 白天清 但是有的白天 他也可能口干 所以说呢 只不过是呢 他表现的时间 有所不同 那除了这些 还有啥别的症状吗 当然有了 是吧 你比如肺阴虚的表现呢 口干 腰息酸软呢 头云目悬呢 耳鸣耳聋啊 知眠多梦 倒汗 手脚心热 等等 这一系列的表现 而肺阴虚呢 口干的同时呢 可能会伴有 单壳 少痰 潮热呀 倒汗呢 手脚心热呀 那这些症状呢 也可能会具备 那就不管是肺阴虚 还是肾阴虚 引起的这个口干 是不是都得干预一下 不能放着不管吧 当然是的 那么临床当中 你产生的这些症状 是吧 潮热 倒汗 手脚心热 那么它会影响我们正常